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一宗都是浪粒地 搞来搞去都未洗脱自己的污名 就是这个 宇昌文医生 中大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 连续十一宗失误 而导致四人死亡的 宇昌文医生的事件 你的体验很详细 接着之前新界东医院联网总监的冯康 也列举了一些数据 余医生又企图反击 就说这样说出来 不正规矩 又说冯康是否 现在用这种方式 有组织有预谋 去武裂他 去攻击他 这件事 老实说 看得香港人都挺困惑 其实余昌文医生 今次这么高调出记者招待会 如果大家有留意画面 雖然画面全部都是余昌文医生 旁边是涂僅身的 民主党是帮他搞记者会 民主党搞记者会 有联署检举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做记者会 但是余昌文医生 他今次不停地来来回回 开这么多记者招待会 刚才你的名字 大家说他十一宗意外里面 有四宗是死亡 我相信大家的脑子里面 都会残留了这些影像 就算余昌文医生有没有做 甚至未来的报告 还他清白也好 大家在他的印象 已经造成破坏 是不是要这么高调 每次都用记者会的形式去对驳 因为看到昨天下午 好像对捕公堂 但是最惨的 现在不是真的对捕公堂 只是透过记者 现在是公省 大家在这里透过记者之笔 你一下我一下 这样做 其实对余昌文医生 其实是没有好处 做手术 是不是一个人做得完 还是其实要有 其他人一起做 其他人一起做 其他医生帮手 那你余昌文医生 一个人做不做得完 整个通波仔手术 一定不行 那你要跟其他团队 你要跟整个团队一起做 你的团队现在怎样 其实说完了 你的团队现在 整个团队都反你 那你不要说 这些是不是人事斗争 我不管这些八卦的东西 最简单 摆起桌面的事实就是 一个手术不能一个医生做得完 是要一个团队做的 而一个团队和你的关系 现在这样 我不管你有多厉害 是不是 你可能真的很厉害 比飞 通波仔 通得比斯朗 是不是 我不管你 通波仔比斯朗 我不管你 有多高超技术 但是手术不是一个人做的 我等你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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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朗都可以 一个房子过去 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一个人做的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Fact of the case